接下來跟各位講一件事 就是我們前面跟你說 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大小相同方向相反 作用在一條直線上 古時候是說 這叫做兩立成平衡的條件 可是這裡不是 合力不是0 不會平衡 一 叫做你怎麼知道沒有平衡 二 為什麼不會平衡 你怎麼知道不會平衡 為什麼不會平衡 你怎麼知道合力不是0 為什麼不是0 你怎麼知道為什麼不是0 你怎麼知道不是0 你怎麼知道合力不是0 大小相同方向相反就要直接上 可是它合力不是0 請問你靠怎麼知道它合力不是0 剛才的例子都告訴你它合力不是0 我們剛剛舉了一坨拉股例子 通通在告訴你它合力不是0 你給我解釋 用物語的方法解釋給我聽 你怎麼知道它合力不是0 來 可愛小女生 來 可愛小女生10號 10號 欸 第一顆小老師大人 你怎麼知道合力不是0 你怎麼知道 你講什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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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沒有靜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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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沒有等速度 我幫你講沒有等速度 由靜止起步 受到反作力往前走 表示沒有靜止痕跡 所以它不是0 靜止痕跡才是合力才是0 所以它合力不是0 OK嗎 可以嗎 好 來 1 怎麼知道不是0 2 為什麼不是0 啊大小相同啊 方向相反啊 坐在一條直線上啊 為什麼不是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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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來 帥哥呢 我們以前說大小相同 方向相反坐在直線上啊 那來 我應該先看你們 因為我當晚才要看我 要找的叫做 三三 三三 為什麼不是0 為什麼不是0 蛤 這來個不知道 又要充分證明老師教育失敗 其實我記得我去年有暗示過 沒關係我也忘記暗示過沒有 沒有 就是在不同的物體上 因為它的作用在不同的物體上 來 以前 大小相同 換上相反 就在一條直線上 合理事理 不會動 平衡對不對 現在 大小相同 換上相反 就在一條直線上 就會平衡嗎 不會啊 順利物體不一樣啊 順利物體不一樣 所以要順利物體一樣 大陸講的比我們更囉嗦 大小相同 換上相反 就在線上 一 受力物體要相同 二 要同時作用 我們沒什麼說 我們就告訴你 受力物體要 一樣 受力物體要一樣 他因為受力物體不同 所以他不會平衡 所以剛剛講說第一件事情 你怎麼知道他合理不是領 因為 靜止起步 反作用力靜止起步 沒有靜止痕跡 你知道他合理不是領 第二個 他合理為什麼不是領 因為他作用在不同的物體上 因為他作用在不同的物體上 所以他合理不是領 所以通常情況下 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作用在不同物體的 所以他合理不是領 如果同一個物體呢 會不會提到 會不會提到 所以叫做 他 不會平衡的 狀況 OK